18号 两岸民众通过视频连线方式 共同欣赏北京评谷花海 同时 首个京台基层交流基地 在评谷完成售牌 为两岸基层交流提供了崭新的平台 一起来看报道 同根同源两岸共赏桃花活动 即京台基层交流基地 两岸桃花园接牌仪式 在北京评谷大华山镇和高雄美农区同步举行 两岸三百余人共同参加了活动 活动开始 两岸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共同领略万亩桃花盛开的美景 近距离感受平谷区在经济 文化 乡村建设等方面的发展 活动中 北京评台办向首个京台基层交流基地 平谷区大华山镇从海一园授牌 并为两岸桃花园 万古实践基地揭牌 在平谷生耕多年的台起 介绍了未来两岸桃花园的规划 我们希望透过建设万古的实践基地 能够让更多台湾的民众 能够看美丽的桃花 然后品尝新鲜甜美的桃子 揭牌仪式后 两民众相继上演了精彩的节目 主办方表示 欢迎在疫情结束后 台湾同胞一起来品谷 供赏桃花 因为疫情 我们现在呢 就是不能够在线下活动 但是呢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们在进行线上的交流和互动活动 互相的互通有无 两桃花园为海峡两岸民众深入交流 开展基层活动 搭建了崭新的平台 相信在疫情结束后不久 两交流交往活动 也终将迎来春暖花开的一天 总台记者北京报道